聊天的時候 哪一種硬打最容易惹火你 A 可是我喔 怎樣怎樣怎樣 OK喔 不管你講什麼他都這樣講 都會把話題回到自己的身上 B呢就是沒有靈魂的敷衍 OK 來 A 還是B 請舉牌 阿伯選A喔 我選A 因為我本人就是B 好人念喔 好人念 沒有 我跟你說 像我們這種聰明的人 我們可以一心多用 他騙人 他真的在處理工作 真的真的 真的在處理工作 處理事情 開始會說自己這種事 跟你說我從十年前 就很會一心多用了 他提當言有了 開始變大叔 沒有 真的啦 有時候就是旁邊朋友 聊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就說 我跟你說 我那天什麼衣服被醬油沾到 好難洗什麼什麼的 有時候就聊這種很生活的事情 你不知道回什麼你知道 所以就是 A 我覺得就真的沒禮貌了 就是你不管跟他聊什麼 他全部都扯到他自己身上 因為我有個朋友就這樣 他在銀行工作 很常問他基金的事情 他就是沒兩句 他根本沒有要好好幫你解決 他就是講到他自己怎麼 最近喜歡的女生怎麼樣 追的女生怎麼樣 所以這種我就真的很受不了 對 我覺得我也是真的很受不了 人家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常常就是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去吃飯 進去就有一個阿姨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阿姨就一直說 來來來你坐左邊 然後你坐右邊 然後你坐這樣子 就一直指揮我們大家這樣坐 對 然後開始點菜 所以他就說 大家今天吃得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說很好 對 然後再來點 他的甜點也不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聊天 我說對 最近我剛去了一趟 譬如說美國這樣子 然後那阿姨就說 美國 我知道我也常常去 不過我覺得歐洲更好玩 所以他又把那個話題 又繞回了他的歐洲 你都還沒分享 我的每個人都還沒講過 然後呢 對 然後又講那個歐洲的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對 可是因為歐洲現在還是有一些疫情 我們還是要小心 他說 對 疫情真的很嚴重 不過我上次去印度的時候 又有他 又回來他了 這什麼都跟他有關 然後呢 整個就是 整個場面就是 大家都是輪流在被他訪問 可是都沒有回答 都是他在講 你懂嗎 他就只說阿本 你最近好嗎 我知道 你不錯 他問你什麼 講他自己的啦 熊熊 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 在哪裡買 我知道 我上次好像在搜狗有看過 結果後來呢 發現說 從頭到尾 那個請吃飯的主人不是他 喔 搞了一下他的主場 我以為是他是主人 所以我們就一直覺得 喔 對 對 對 那你都說了 那這種人在場的話就不會有冷場 因為你只要有人騎一個頭就好了 對 你只要說我覺得 他說 對 我也這麼覺得 那我跟你說我的事情這樣 像Julie姐剛剛講的 那樣子的人就是至少有來有來有互動 反正他就講他的 那我也可以專心吃飯 但是我覺得會 因為像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大字 打字勝過於就是語音 那有時候你打了一堆字 你可能在敘述一件事情 就那個 或是一個喔 你就會覺得說 我前面打了這麼多 文情並茂 你就給我打一個喔 然後最痛苦的就是 如果是男朋友 比如說女朋友回到家 可能我們今天工作上 遇到什麼事情 或是怎麼樣 他會在跟Baby講說 今天真的很煩 那他就會感覺好像要聽 他說怎麼了 感覺要聽了對不對 對 霹靂啪他講一堆 講了五分鐘 然後 當天他在玩手機 然後我就說 然後就說Baby你以後 在聽我說什麼嗎 有啊 你剛剛有啊 我說什麼 他說 你剛剛說什麼 結果 他感覺到不愧 他怎麼還沒被罪 因為你在罵 我還要投降 因為我真的也是這樣 我還要投降 因為你講得太有道理 他只能回一個喔這樣 有一種 不是 因為這樣 你還要聽一下 不好很不尊重 有一種是沒有靈魂到極致 他喜歡講是啊 是啊 然後我就續出一個事情 然後我跟妳講 然後他就回我說是啊 是啊 然後沒有 我也還沒講 然後你再說是啊 是啊 是不是 還有 還有講電話 我也沒有跟他說謝謝 他跟我講不客氣 謝謝 我告解一下 告解一下 我們就約下 你會承認 不客氣 我又沒跟你說謝謝 我告解一下 就是我有進階 我就是被罵 一開始有一個字 喔 被罵 後來就說 是喔 是喔 後來還是被罵 我就說 真的喔 真的喔 他只是掙扎字數 他比較難以 真的喔 他進階變成真的假的 他什麼事情都要講 真的假的 我就說 你知道嗎 我媽喔 下個月過生日 真的假的 我媽過生日有什麼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很多貼圖都有 真的假的 真的現象 真的 我媽媽要過生日有什麼 真的假的 沒有 因為那種人的心理的SOP 他就已經知道說 我等一下第一句就這樣 好 然後中間要說 真的假的 是喔 過得太難了 過得太難了 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都是酒店小姐的應對 你懂嗎 好像合理 對啊 因為酒店小姐都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真的喔 是喔 就沒有靈魂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們那個是 我會很講 他們還不會檢測 是喔 是 好大事喔 好大事喔 真的假的 不會吧 好大事喔 好大事喔 是日本的酒店 好大事喔 我也是跟Julie姐一樣 就是遇到那種 很愛什麼話都繞回自己身上 例如說我們去 只是舞蹈老師們的聚會這樣 然後你們就說 我們最近MV比賽 拿了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拿了一個第一名 真的假的 沒有 他不是這樣 妳是主持人 對 不可以 我就會說真的 對 不可以 對 不可以 我就會說真的 但是這個老師呢 他明明現在也沒有在教課 他就會說 我女兒也在學MV 然後學了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妳剛剛才跟我分享 妳女兒學跳舞 我不是這個意思 妳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 我不是 他就要繞回自己身上 然後等一下呢 那個男老師說 他們最近啊 就是有那個比賽 在比Lucky什麼的 他就會說 我小時候也跳過Lucky 然後我就說 連國標舞他都會跳 但我也不是在講玉琳歌喔 對 你講什麼 國標舞 國標舞 Pin 你也壞了 捷舞是你的專長 捷舞 捷舞 你這是第一題啊 埃及當年有的阿伯 他主的不是我主的 這種話題都要繞回他身上 因為 如果繞到對不對 對啊 我才有啊 有 我有吃那個 葉佩的顧關節的 要吃 還不錯 好 到底哪一種回復 會讓人家往回答 聊天時哪種 硬答最容易認婚 聽聽QOL怎麼說 我的答案是B 當然要選B 喔喔 喔喔 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在打字跟你聊天 然後突然被句點 被已讀的那種感覺 你懂嗎 就是那種 超級不開心啊 為什麼會被句點呢 你今天講喔喔 是喔 你知道了 還是喔喔 真的嗎 你到底有沒有要繼續跟我聊天下去嗎 對不對 你至少也要回答一個 對 對 真的喔 好喔 好喔 了解 你要講這種的東西 才會讓我們覺得 你那個喔 到底是在喔 什麼意思的嗎 所以千萬不要再答喔喔了 真的會讓你非常的火大 我一定是選B 就是喔喔喔那種最討厭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在聽 我老公就是這樣 他如果在玩遊戲 然後我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都會 嗯 這樣 我有一次講一講 然後我就直接啦… 他繼續跟我 嗯 我想說 你就是沒有在聽 我連包包包也都沒有發現 你死我了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B 喔喔 沒有靈魂的敷衍 得票比例76% 你覺得正常嗎 他真的很生氣 好喔喔 真的喔 令多數人覺得很火大 對啊 所以選A的比較少 請噴 剛剛是 剛剛是使用的語言啦 對 那接下來是情境 就是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超級多關 testimone 的話 有聲太郎 就是 我最aded